今天要來回顧的是2013年的十大政治要文 今年台灣的政壇可以說是紛擾的一年 馬王政爭 核四公投 紅仲秋事件等 都讓朝野陷入了嚴重對立 如果這不是關說 那什麼才是關說 高分被喊話 矛頭對準 立法院長王金平 今年9月 特政組公布電話監聽一文 認定王金平關說法務部 讓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的背信案不再上訴 馬澤東以大勢大非為由撤銷王金平黨籍 要取消王金平不分區立委出格 但王金平祭出假處分 成功保住黨籍 更繁咬特政組違法監聽限定 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 政府有感覺嗎 人民期待司法改革 政府了解嗎 雙方你來我往 從院長保衛站升級成 馬王政真 更演變成藍綠全面惡鬥 整起案件目前仍在司法訴訟階段 但已讓馬總統民調創新低 立法院議事一步停擺 更引發特政組純廢爭論 馬王政真 無疑是年度政治新聞之首 心碎的母親聲淚俱下 僅剩三天就退伍的陸軍下市洪仲秋 在關禁閉期間 因過度操練 熱衰竭而死 軍方公布調查結果 家屬無法接受 更引發輿論嘩然 不要活啊 不要活啊 民間團體在網路上自發號召遊行 為軍中人權大喊 遊行規模盛大 警方估計十一萬人 超越政黨動員 被視為台灣公民意識覺醒的起點 當時的國防部長高華駐 因此下台 立法院也火速修法 讓軍審制度走入歷史 現在選擇 現在選擇 殺人賞命 漁民代表群情激憤 要為陶海兄弟討公道 今年五月 菲律賓公務船 在我國經濟海域內追擊我國漁船廣大信號 並射殺漁民洪石城 菲律賓官方遲遲不肯道歉 我方啟動多項制裁 更大動作在南海軍事操演 一字一句唸出聲明 隔了三個月 菲律賓終於做出讓我方滿意的道歉 我方也取消各項制裁 廣大新案 這起一度讓台飛關係 陷入空前緊張的外交事件 才宣告落幕 有的外交衝突可以平息 有的則一去不回 降下國旗 掉下眼淚 西非國家甘比亞無預警宣布和我國斷交 因為台灣拒絕讓一千萬美元 直接進入甘比亞總統賈梅的個人口袋 雖然這次斷交看不出大陸介入 但賈梅在臉書上講明 是基於戰略考量要承認大陸的一種政策 而在在顯示國際情勢的現實 從台上打到台下 為了核四公投案 立委動口也動手 今年三月 國民黨立委李慶華 向立法院送交核四公投案 畢竟兩次臨時會和朝野衝撞 都過不了關 民間也發起大規模反核遊行 反核交台灣 反核交台灣 正當朝野為了公投案主文 與範圍爭論不休時 提案的李慶華突然以馬王政爭 時機不遺為由 在九月初臨時撤案 公投案暫時擱置 核四是否興建 一時半刻也難有定論 無情的怪手瞬間把家園摧毀 苗栗大埔居民反對政府強制徵收 經過三年多的抗爭 一月拆遷的最後四戶 在七月中北上行政院抗議時 苗栗縣政府突襲強拆 兩個月後 張藥房老闆張森文 在住家附近全郡身亡 明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 明天拆政府 張森文死亡 讓大埔正義升到最高點 苗栗縣長劉振鴻 還因此被網友評為 年度十大惡人 抗議聲浪猶如遍地風火 今天拆大埔 明天拆政府 成了捍衛居住正義 最朗朗上口的口號 同樣捍衛家園 台北文林院杜根案 不願搬遷的王家 幾經抗爭 杜根條例一度 釋憲成功 被認定違憲 不過高等行政法院 最後判定 是否拆入合法 王家的仇劫碎 為什麼不拆呢 不要再拖著 大家回不了家 我希望大家放下 一起回家 杜根與否 幾家歡樂 幾家愁 居住正義 從南到北 都成了地方政府棘手的問題 高舉彩虹旗 大方對同性伴侶施愛 台灣伴侶謀 推動多元成家方案 其中訴求 同性婚姻合法的 婚姻平權法案 率先於立法院 通過一讀 這些都叫做基本人權 我們也想要享有 跟一般人一樣的基本人權 我們可以愛上誰 就跟誰結婚 組成一個家庭 就算被一屆不同的人包圍 一樣侃侃而談 統治團體認為多元成家 是追求基本人權 而反對的第一群人 也有自己的忠心思想 父親就是母親 母親就是母親 他們不是稱為雙親一號 不是雙親零號 雙親零權 多元成家的正反論戰 從網路站到街頭 許多藝人和軍事人物 也紛紛表態 同性婚姻 衝擊傳統觀念 也挑戰台灣社會 對家庭制度 能否再開一扇窗 我伸手就是不對 我可以針對這部分道歉 淚流滿面 希望得到原諒 桃園爐竹香帶王貴芬 因不滿生病父親的照顧問題 對護理人員 互發掌引發社會公憤 立法院進而修訂醫療法 規定對醫療人員 脅迫或施暴 最重可處五年徒刑 抉責暴力 捍衛護理師 這一掌揮掉了黨籍 打出了社會公憤 更促使立法院修訂 保障醫療人員權益的 王貴芬條款 不過後來也引發討論 有立委認為 這將讓疑病關係 更不平等 引發立佛爭議 原本該清澈的河水 成了一片黃色濁流 山林因為人們的過度開發 成了土石崩塌的高危險區 紀錄片看見台灣 喚醒民眾的糊塗意識 政府部門也跟著動起來 清潔農場潛在風險區內的 民宿業者 被內政部要求立即停業 不過雷聲大雨點小 最後都有就地合法的機會 在高雄市環保局發現 偷排工業配水 污染後進溪 被勒令局部停工 彰化地檢署也全面追查 轄內電鍍業 要將不肖排污島灌溉水源的 十家業者繩之以法 一部紀錄片 猶如當頭棒赫 要讓台灣從上到下覺醒 用具體行動保護這塊土地 回首這一年的台灣政治 在吵鬧中反省思考 馬王政爭上了一堂憲法課 在外交的跌跌撞撞中 努力站穩腳步 人權意識抬頭 性別觀念解放 國土保育更是擋無之急 在公母社會這條路上 台灣要繼續往前走